欢迎来到一箱店测试 这期节目我们来测一下海豹的冬季续航表现 之前我同事刚买下这辆车的时候 我们测过一次海豹的电号 不过据我同事说 在使用一小段时间之后 海豹的电号相比最初有了比较明显的下降 到目前为止 它开了5000公里 表显综合电号只有百公里14千瓦时出头 当然它很少跑高速 但这个水平着实让我们有些吃惊 所以我们决定趁着现在是冬天再测一次 可能有些朋友没有看过我们之前的长测节目 所以还是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测试车辆 这是比亚迪海豹550公里标准续航后驱版 电磁组容量61.4千瓦时 CLTC续航里程550公里 单电即后驱最大功率150千瓦 百公里加速7.5秒 重申一下我们的测试规则 我们会从电量100%跑到10%左右 并努力确保高速公路和城市道路大体各占50% 空调开启 温度设置为22摄氏度 风量一档 驾驶模式选择普通模式 动能回收选择较大的一档 同时为了减少个人驾驶习惯对结果的影响 这回我的同事 这台海豹的车主会和我一起进行测试 事实证明海豹车主的脚法却是更加精道 测试的这两天 上海的气温对于一个冬天来说不算很低 白天在10摄氏度出头 晚上在5摄氏度左右 不过第二天有点雨 可能会轻微影响到成绩 首先是高速测试 高速的驾驶体验我们很熟悉 海豹有着很低的重心和扎实的底盘 跑高速很稳 动力储备也很够 超过车很从容 还有一个做得不错的地方是隔音 比Model 3好 整体而言 从表显数据来看 高速部分的百公里电耗在17到18千瓦时之间 因为海豹只能显示过去50公里的电耗水平 而无法显示某个自定义路段的电耗 所以这个数值会有些波动 尤其是高速部分我们跑的是同一条高速的往返 我们发现顺风和逆风行驶对电耗会有一些影响 然后是城市道路测试 包括城市高架路和地面道路 这也是车主们每天都会走的路况 这种路况下 海豹充分体现出一款电动车在驾驶逾越度上的优势 它的动力响应是比较积极的 输出很线性 虽然7.5秒的加速能力看上去不算很强 但电机的及时输出特性让海豹在城市中行驶 显得很轻快 跟车超车都很轻松 这种体验同价位的油车很难做到 刹车脚感依然好评 舒适设定下初段会有一个温和建立制动力的过程 运动设定下制动力来得非常直接 无论是哪种模式 刹车响应都足够线性 动能回收和机械制动两套系统的整合 做得比较到位 在不踩下刹车踏板的情况下 动能回收提供的制动力不是很大 哪怕我们设定在回收力较大的一档 实际的回收力也是相当温和的 这会让主流驾驶者更容易适应 但是对电耗表现不是一个好消息 诚实部分 表显电耗掉到了百公里14千瓦时左右 和我同时5000公里实际使用的电耗水平基本相当 测试结束 我们来看成绩 这次测试 从电量100%到10% 我们一共跑了348公里 其中高速工况170公里 耗时1小时38分钟 平均车速104.1公里每小时 城市工况178公里 耗时6小时1分钟 平均车速29.6公里每小时 基于电池组容量61.4千瓦时计算得出 海豹在当前条件下的百公里电耗是15.9千瓦时 实际可实现的续航为386.7公里 相对CLTC续航的折扣率为70.3% 最后回应观众们的一个疑问 为什么我们要用表显电量百分比来计算耗电量 而不拿实际充电量来作为耗电量呢 因为充电尤其是快充时 电池温度会升高 这时候充进去的电量是有损耗的 那我们这次测试为例 跑到电量为10%时 我们重新给车充满电 总共充进去58.774千瓦时 相当于电池组容量61.4千瓦时的大概96% 明显多于90% 显然充电桩出来的电不等于电池组保存下来的电 这个方法并不可靠 所以我们依然用表显百分比来计算耗电量 虽然这个做法也只能保证大体准确 无论如何 这次测试海豹的成绩还是相当不错的 尤其是如果你的用车场景主要是城市通勤 那海豹的电耗真的很低 从技术上看 比亚迪E平台3.0的很多技术功不可没 比如高度集成化的设计带来了用电效率的提升 宽温域高效热奔技术 电池冷煤技术等技术 保证了冬季低温环境下整车的高效 好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还想看我们测什么车 评论区告诉我 小杠的加工